硬死 说回到硬死 已经第三次被炸号了 第一次炸号是19年 那时候差不多做到了10万粉丝 然后被炸了 也努力了一段时间 但没炸回来 然后后来想着还是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做到21年底的时候 第二个账号又被炸好了 那时候粉丝做到了 差不多7万粉 后来想了一下还是重新开始吧 所以在22年的时候 2月份样子又重新7号开始做 做到24年的1月份样子 就那段时间比较忙一点 在法国再会 有一天打开硬死 发现又不行了 又被封好了 当时有点崩溃 因为第三次事不过山 怎么会又一次被封了 其实我们台队机器 也有两个账号被封 然后他们是 他封的时候就已经收到 硬死给官方的一个邮件 说因为什么原因 被封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个邮件里面 去回复就可以了 但是我当时是没有收到 来自官方的这个邮件 那说明 其实当时的情况比较恶劣 我没有收到 他直接把我封了 那时候在国外 也有挺纠结的 要不要又重新7号 然后后来我就 自己在各大平台都在搜 硬死怎么找回这个事情 但其实没有找到 实际的效果 想着还是不能这么放弃的 再试试看 毕竟又做到了差不多 四万份不到 从今天开始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就开始去找 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很多视频里面都讲到说我们要去找一个客服 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 所以说没有把那个账号找回来 但是基于这个灵感 然后我那天在Fly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说我为了防止这个账户被封 我会不阶段的投一些流量 其实我这个是一个广告账户 付费账户它其实有个APP 然后我从里面又去找到了在业的客服 那基于这个点 所以跟客服反映了一个情况 那反映这个情况的前提就是我要去说明我这个是一个广告账户 然后我在上面其实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做这个账户的 另外一方面是硬死也确实给我带来了帮助 我觉得还是要从他们肯定他们平台的这个思路去跟他们讲 且表达了我个诉求 因为基于这些语言 那我接下来肯定还是在注意会多一些付费的广告 账户给我冻结了 那接下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他给了我几个列结 让我去提交我的信息 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为什么被封 大概能知道他应该是一些知识采学的方向 所以说我想到的是 我现在能提供的证据是什么 那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是一家公司 把我的营业执照跟我的身份证都提交了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款式 其实是有知识采学的 我们自己有申请专利 那我把我的专利证书也给他们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们自己是有品牌的 我的一只账户其实跟品牌也是重合的 所以我把我的品牌证书也给了 据一些被封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去盗用别人的图片 这么多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模特 叫我们一起实拍 所以我把我们的那个原图的一些信息也提交了 那我想我能想到的几个点都想了 在客服给我的那个列结里面就把所有信息都提交了一下 然后还描述了一下 就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被封 但是我能想到的点我都提交了 然后把这个就发上去了 但是我因为没有安全改的是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处理 因为大部分视频里面都会讲到说他们很多时候发了邮件或者去联系了 但是就失成大海了 所以我一定要明确的让客服给我一个信息 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他是不确定的 我说大概一下也可以 他说差不多一到两个工作日能给我回复 然后就等了一天 但因为太急切了 所以我就又开了一个cast 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客服回复的跟第一天 这个客服说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又给了我很多的不同的方案 然后我按照他的步骤就去填了 但这个里面又出现了一个事情 我提交的时候说了什么我的信息提交失败 就手机端可能导致邮件发送失败 客服说那用电脑端去试试 我又电脑去发了一下 果然成功了 然后我还是要跟他确认大概多久 他说差不多一到两个工作日 那这个也就放心了 所有能操作的都操作好了 然后到3月8号料点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买自官方的一个邮件 我的帮户解封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